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伍特奥卢说 被叙利亚击落的土耳其战机当时在国际空域 达伍特奥卢星期天对土耳其国家电视台说 这架战机星期五在地中海上空被击落的时候 飞行员正在测试机上雷达的功能 他说这架飞机曾短暂进入叙利亚领空 但是在被击落的15分钟前就已经离开 土耳其总统古尔星期六说 这架战机可能侵犯了叙利亚领空 但是土耳其战机短距离高速越过边界是惯例 伊朗敦促叙利亚和土耳其保持克制 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个事件 叙利亚承认击落了土耳其战机 声称这架飞机侵犯了叙利亚领空 叙利亚当局说 他们根据处理此类情况的相关法律 击落了这架土耳其战机